其实亲情是显示什么呢 上帝造亲情就是要显示 神跟人无条件的爱 所以刚才我就说了对不对 如果你的家人做错了 跟别人吵架的时候呢 虽然你自己心里面知道你家人做错了 但是你还是袒护你家人 上帝知道我们犯罪 上帝也是公义的对不对 所以他自己牺牲 今天我们信了主 撒旦抽屉天天控告我们 圣经怎么说 有谁能够控告我们呢 有神这样为我们死 有神站在我们这旁 有神 所以亲情关系其实是要显示 神与人的无条件的关系 所以这个无条件的爱来的 明白爱吗 这个世界我刚才说 我们已经走到不认识爱 亲情就是要显示这个爱 然后在我们讲爱 这个爱不是在天上 我们每个人都完美 现在爱是在地上 跟有罪的人相处 生活在一起 在阻断措施里面天天碰撞 对不对 什么是爱 圣经说 凡事包容 凡事相信 凡事盼望 凡事忍耐 各位几个凡事 孩子们几个凡事 四个凡事 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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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受到朋友的影响 或者有一些奇奇怪怪的想法 不合你意 你开始没有礼貌 就是这样的 很多的 那时候你要教他 但是你还要怎样 凡事忍耐 你教了他 他今天教了 他听一下 明天又不听了 你还要凡事盼望 盼望神有一天 会叫他回转 这个叫爱了 凡事的 你的配偶有一些 有一些坏习惯 你不太喜欢 对不对 我们都有 我们附近人 金嘴超宽 就这样讲 我们不喜欢 凡事盼望 凡事忍耐 凡事相信 相信他会改 那现在还不改 已经一个月两个月 还不改 讲了很久 凡事包容 你们明白吗 凡事 凡事 够你学一生 你不要说 我已经学够了 有些人说 牧师 我什么都可以忍受 这种不能忍受 他这个讲话 态度不能忍受 他这个肮脏 他这个不整洁 我不能忍受 他这个整天 拿手机 不能忍受 那当然 有些丈夫 有些丈夫也做得 真的很离谱 或者是很固执 什么东西 你把你心里面的不满 讲 是需要的 因为神是公义 对不对 那你想 我这样辛苦 我这样不能 但是呢 讲了他不听之后 你不要一次又一次 你的控告加重 你要想 怎么 有巧妙的 影响他 凡事学习 怎么影响 凡事包容 凡事 为他祷告之后 相信 要盼望他 凡事忍耐 听得懂吗 这样做 亲爱的弟兄姐妹 这个爱的功课 有一些人说 就是 我讲了一下 两下 三下 他不讲了 我就不要讲了 但是自己心里面 受住一个受伤 对他 有很多的园区 这种 这种在家庭生活 是不好的 这个 或者也有一些 就是说 我讲了 那我就是要看他 马上改 你就是要改 你要人马上改 如果你要知道 你说了 有一些要纠正的东西 人家改 你也要改 人家在改善的时候 你也要适应 很多的 这样的过程当中 你要挣扎 不然的话 你就是 你一讲一句 讲一句 人家就改 一直要改 然后你自己不用改 你自己是高高在 你自己的爱没有增长 你旁边的人都适应你 旁边的人都要依你 所以这是很重要的 讲话越大声的人 公司做老板 家里做头 我说我们叫教会 做长老 做牧师的人 我们讲了 人家要听的 其实我们更是要对付自己 我们不能就 别人适应我们 我们自己没有对付自己 这样我们去哪里学习爱 什么叫凡事包容 凡事相信 凡事盼望 凡事忍耐 亲爱的弟兄姐妹 这就是我们怎么让亲情 更加的实在 那亲情的灵魂就是爱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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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